小妹 小妹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大事不妙 大哥 坐着说 你平白无故的 得在那端方作甚 你是说 报下银子那事 三万五万的又穷不了你 你何必让他没面子 若是作善事 是 别说三万五万 就是三十万五十万 我也不会皱眉 可他要那银子 却是给太后皇上玲花 而且明摆着 就是为他自己邀功 我又何必迎合 你这次把他得罪得不浅 陕甘总督是我大哥 我还怕他 是 他明面上 是不能把你怎么样 但他暗地里捅你一刀 那可是他的专程 你看看 这次他把一桩大事 推到了你的头上 什么事啊 太后皇上巡邮惊阳 点名让吴家东院接驾 吴家东院接驾 接酒接呗 你以为是 是家里来个客人那么简单呐 不就是来个客人吗 远道而来的婆婆和大兄弟 太后是你婆婆 皇上是你大兄弟 那你是谁啊 你还真别说 我爹在的时候 曾经说过我是宫里的格格 我是被人离貌换太子换出来的 喝茶 我说 你 你 这条路全部铺板黄土 需要吗 回头就办 所有的台阶 石板 全部用清水再冲洗一遍 好的 那得费多少人工啊 这些灰廊 所有的门廊 全部都要张灯结彩 知道了 这是不是要办喜事啊 办好了 这是天大的喜事 办办法的 这几个灯笼 全部换掉 这些爬江湖 要清理干净 这些爬江湖 要清理干净 那棵树 要砍掉 那棵树 要砍掉 不行 这棵树 是吴聘的爷爷亲手种下的 那棵树极易藏人 是防范的死角 必须砍掉 还有 那个甲山要搬走 这个灰廊 把重新清洗干净 我的气息了 少大人 你干脆啊 把东院拆了算了 这个脚 还有这个脚 安插 安上 这几间偏房留给宫中的侍卫 我们的人放在外面几间房里 万一有事 不想有个招应 是 那东院的丫鬟小丝可要遣散 本来人手就不用呢 还指望里的人帮忙呢 这样太后跟皇上尽触侍奉 有太监的宫女 吴家东院原来的小丝跟丫鬟 全部冲作杂役 在院外侯命 好的 韩先生 带着家丁在东外院巡逻 万一有事 听我指挥 好的 到时候我们拼赵大人的 最近院子不错 留给太后跟皇上做请功 是 那我娘咋扒呀 自己想办法 你先让一下 你已经无情吃 你不能去呢 你快点这便 你看她 你想办法 我赢了 你明显好 你们去闹吧 我赢了 你英显好 你不懂我赢了 你出来了 我赢了 你去还不讨 你这事 我赢了 去别院找你 现在吴家冬业离窃 我心里都有数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只有你了 我 太后跟皇上来 难道你不去磕头 这轮得到我吗 万一轮到你 你怎么办 那我就磕呗 说得倒是简单 这磕头可是很有讲究的 明女周盈 恭请太后圣安 眼睛眼镜 叩见太后的时候 万万不可偷去 记住了 你又错了 怎么了 太后皇上没让你起身 万万不可直身起立 好 行 起来吧 你站就站 万万不止有这些动作 可我膝盖都跪疼了 忍着 得嘞 太后肯定会问你 姓氏名髓哪里人事 你照实说就好 若是不知道的 或是不清楚的 就说不知道 记着 言多必失 万万不可多话 开口之前 别忘了加上一句 回太后的话 回太后的话 回皇上的话 算是开窍了 但是动作不对 不过 不过 皇上应该不会说什么 为什么呀 哪那么多为什么 太后一般会温言几句 我让太监领你出去 记着 临走之前还要叩头谢恩 谢太后恩典 谢皇上恩典 记住了 看你 就是这句 别忘了 然后就完事了 出了这六川经才算完事 记住 万万不可背对皇上太后 万万不可喧哗 万万不可脚步沉重 这也万万不可 那也万万不可 这也太累了吧 半君如半虎 切记切记 太后皇上驾到 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